的需求作品当中人物或者说当下这个动作 你需要去打开大和是快的慢的去处理 我们去练一下啊 先快后慢来准备就像惊喜一样 我说哎慢眼神 我看到了我们祖国的国旗啊 比如说我在一个国家 我被困在了非洲这边正打仗呢 突然看到我们祖国的五星红旗飘起来了 我我说哎慢眼神 慢眼神慢眼神慢眼神是我一种想象 一种呆滞一种热爱 但首先我是惊喜是不是 一种惊喜的感觉要出来 来准备走 慢眼神慢眼神慢眼神 再来自走 延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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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走 先快后慢 也就是把你的哎第一个 哪啊走关节 也就是第一个末梢迅速的延伸出去 后两个慢眼神慢眼神 是不是一块两慢 依然是有道理的去控制 这些东西你不知道你怎么去做呢 准备走 惊喜初 慢眼神 BR 慢眼神왃 慢眼神指 是不是啊 速 experiences 慢眼神弯 慢眼神指 好那我们做一个慢快 慢快 好看啊 慢快 那不是轴慢眼神 万慢眼神 最终指尖是 是个快眼神 找到它 准备走 慢慢快 我们有一些动作 是不是经常这样 比如说我们的 一个山榜 一个亮相 往往最终的力 快落在哪 落在外上 包括一个摊掌 摊摊摊摊 是不是 最终给了一个快速的 弹出去的感觉 那就是在 先慢后快的感觉 来做一次准备 走 慢慢慢慢慢慢的 是不是 慢慢慢慢的 延伸出去 这是老师给大家讲的 六个层次 回顾一下六个层次 分别是什么 手臂上的六个层次 这是在教你们什么 同学们 这是我们的各种 各样的操作 这些操作 我讲完了 你也听懂了 你不一定能记得下来 就算你能记得下来 今天你也不可能说 我每一个都能准确的做到 是不是 这是需要反复学 反复身体打磨的 但是最起码 前提是 你把这个知识 领悟吸收了 然后 找到身体的感觉 剩下的是你自己 慢慢的去 多磨多练 来 一是什么 膨胀感 要有饱满的力 就得有内部空间的变化 空间在膨胀 你的手臂是被推送出去的 而不是抬胳膊 伸胳膊 是不是 首先杜绝这种 胳膊本身在抬 在伸 这点 你如果你想 胳膊抬多高 胳膊伸多长 那你这个动作 必然不好看 因为你是从形上来 抬 来伸 这是位置 我们要的是 力量 感觉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 冲 我们说大臂戴小臂 看 抽送 抽送 一层一层的抽送出去 它是有质感的联动 这叫戴 第三层是什么 每一个节点的延伸 我们大臂的末梢在肘 小臂的末梢 在腕 手的末梢 在指尖 每一个节点 都要有它独立的延伸 并且把这些独立的延伸 串联起来 形成一整套 时时刻刻都有的延伸 不能 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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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 是不是 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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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 那你中间过程都不好看 第四个点 是正反 或者说 对 对抗的延伸 反向的延伸 从 欲左先右的根本道理 反向去延伸 让你的五姿长度 动作线条 拉得更长 更大 然后这是第 第几个 第五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熟 熟忘了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动作之间变化 要有对比 有收 有放 而不是从长的 经过长的 最终还是长的 那它就一定没有张力 是不是 有短 有长 有对比 才有张力 变化的力量 才是张力 你再有力量 它始终这样 你觉得有力量 胳膊都已经 力量用到僵了 我 它也不会看起来多有力 因为变化太少了 这是第六个 那这是第五个 第六个 说错了 第七个 最后一个 是我们讲到的 速度 你要用不同的处理 有快慢 是不是 有满 快 或者是 快慢 快 各种各样运用的方法 都有 看你在舞蹈中 怎样去处理 怎样 需求怎么样 我讲的是六种 七种手臂的方法 所以这个过程中呢 还是 还是那么 给大家讲这么一句话 我们有了这些知识 往自己身上去画 一定要凭感觉 去做到 你的恋 才有意义 我们说多恋 肯定是要的 但是多恋 不是你听懂了 就去多恋 没有建立起来 感觉 你意识不到 你这个点在延伸 你意识不到 你下面力量在膨胀 没有这些具体感觉 找准确的时候 你的多恋 是没有任何意义